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11月9日,星期六,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上来之后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息吧,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奇葩的,我们会多聊几个吧,我们先看这个吧,说赴美生子将终结,川普上任首日将取消出生公民的权,这个什么事啊,因为我们都知道,因为是现在在美国就是说,如果你在美国,小孩在美国出生, 那这个小孩就自动拥有了美国国籍,还不管你家长是不是美国国籍,或者是说美国用居,或者什么样,所以说很多的,有这样一个产业,就是说你去美国旅游,把小孩生在美国,中国有很多的明星啊,或者怎么样的,都是这种事,好像说美国就是他有一个美国国籍,因为你有了美国国籍,小孩有美国国籍之后啊,你家长是可以通过根据小孩的这种国籍的身份,后来以后去移民美国,也会更方便, 一些啊,嗯,所以说有很多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,但当时川普在他第一届任期的时候,对这个条,嗯,对这条这种,嗯,宪法里的一个修正案吧,非常,嗯,反感,嗯,但当时他第一届去讨论这个的时候,是没人搭理他,嗯,现在呢,就是说,他经过了四年,拜登四年之后,有很多的移民, 被法移民过来啊,就像他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,嗯,现在其实,就有一部分人来支持他了吧,嗯,所以说川普想在首日就把这个东西取消啊,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东西,是为什么会有这条修正案,嗯,这个修正案是,原来是说,嗯,嗯, 嗯,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,这个,这个出生公民权吧,就是美国公民出生的原则啊,就是旨在凡在美国领土或者是领地啊,包括波罗的各,嗯,关岛,这种,嗯, 啊,美署,威尔津群岛啊,北马里亚那群岛出生的人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啊,嗯,这个,这种出生公民的原则被写入了1868年,第,嗯,就是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啊,原本是确保美国出生的这种非裔的美国人获得公民身份,啊,1898年最高法院在涉及一宗,这种在美出生的这种华裔公民,嗯,这种黄金德的案件中,最高法院在设计一宗,这种在美出生的这种华裔公民,嗯,这种黄金德的案件中,最高法院在设计一宗,这种在美出生的这种 法院判处了美国政府败诉啊,黄金德确认是美国公民啊,也确定了,呃,就是在美出生拥有这种公民身份的这一原则,嗯,嗯,所以说现在川普他如果想挑战这条东西的话,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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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条路可走,第一个呢,就是说,让最高法院重新实现啊,呃,当时这条原文就是说,任,任何,呃,在,那个, 在美国出生的,或者是规划受过管辖者,均可以,呃,成为这种美国的这种,就是合法居民啊,呃,就是居住者的公民,嗯,就这样,但是他的,他可以说,那个,你得这边加一个定语,认为在黄金德那个案件之中,他的父母是美国裔,对不对,你可以说,因为他那个案件,对吧,判了,这个法院已经判了美国政府输了啊,呃,他说,如果这条,呃, 实现的时候,你应该再加一条啊,因为他们两个父母,他,因为黄金德的父母就已经是美国家,你可以加一个定语说,任何,就是说,你,你是,父母是美国籍的那个人,在美国出生,小孩在美国出生,那你就是美国国籍啊,呃,他想,就是来,加一个这个东西,完了之后,让这个法院实现吧,呃, 嗯,但是现在这个法院里面,其实是六比三的一个比例啊,很有可能,其实,呃,这件事,有可能会通过啊,但不知道能不能四年搞定这件事情啊, 啊,然后另外一个呢,就是说,通过国,国会制定法律,然后,呃,你制定完法律之后,呃,走,众议院,参议院,呃,对,然后这种,呃,总统签署这种行政命令,然后就可以过了啊,呃, 嗯,但是现在是参议院被共和党拿下了,中央院估计也差不多啊,所以说,呃,川普就会类似于一个超级总统啊,他干什么事情都比较快,但是呢,其实很多的民权组织,他就会,呃,肯定会告他,对不对,你,你那个人权,对吧,你是美国一直标榜的吗,啊,你,你现在说啊,你在美国出生的,就是小孩,那我就不是美国人了,你,你,你跟某某分三六九等了,那肯定是不行的啊,人权组织告他, 他就问你这条法律就很难通得过,最后估计还要达到最高法院啊,达到最高法院,但最终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,谁知道呢,对吧,现在最高法院其实也是被,呃,共和党把持着,差不多六比三的一个比例啊,嗯,但是呢,就是我们就知道美国司法的法律是非常漫长的啊,比如说这事能不能四年完成得了啊,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,如果说川普到时候四年之后他下去了,那这件事情没有一个结论的话啊,估计只是还改变不了, 啊,但如果说这事真的变了,这是基本上你把美国的所有的立国之本都变了啊,你所有,因为美国你原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,你所有人都是移民过去的啊,那你凭什么说,你,你就可以说啊,你有了这种国民身份,你家里就可以有国民,对不对,那你刚开始第一次,对吧,你们过去的时候,那你们都不是美国人,只有印第安人是美国人,对,那就怎么说呢啊, 你很多的后面就站不住脚了嘛,嗯,所以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啊,其实很多的国家像丹麦,其实也是这种啊,你就像我们,我的小孩出生的话,他也不是丹麦籍啊,他是中国籍啊,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入丹麦籍嘛,对吧,在丹麦出生的话,并不是属于丹麦国籍啊, 估计只有英联邦的国家是这样啊,现在确实是这样的,这样的国家给这样的政策并不是,并不是,并不是那么多了啊,呃,说我们拭目以待吧,啊,看看这条法律是不是通过,如果这条法律通过啊,那富美生子的那种产业就就,就就宣布完蛋了啊,此前已获得过美国护照的人,应该还是可以继续持有啊,但是如果这条法律出生后的,呃,就如果这条法律生效后啊,之后出生的孩子, 估计就没有机会再拿到美国的护照了啊,好吧,这样就讲到这里啊,不知道川普这个能够实施到哪种地步吧,啊,他四年能不能完成啊,不好说啊,所以说我其实不是他看好这条啊,消息吧,好,今天就讲到这里啊,谢谢大家